1981年 苏联在波罗的海沿岸 举行了一场横跨欧亚大陆 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该演习依北约为假想敌 目的是向欧美等西方国家秀鸡肉 炫耀军事实力 同时震慑化约内部有分离倾向的加盟国 时任苏联总书记伯列日涅夫意气风发 甚至表示欢迎北约军事人员参观 一时沸沸扬扬 貌似风光无限 但是十年后 苏联解体了 2021年另一位超级大国 再度成为该剧本的主角 据美媒报道 美国开始了两场代号里 都惯之以大规模这个词的军演 一场是由美军印太司令部领先 日澳英三国参加的印太联合军演 另一场是由美国海军单独举行的大规模演习 后者据称是美国海军40年来最大规模的演习 共调集2.5万士兵 动用36艘主力战舰 横跨17个时区 在全球范围内开展 美国军演是给谁看的 是给中俄看的吗 是给他自己和盟友们看的 关于美国军演的目的 听听美国自己怎么说 美媒援以一位美军事学者的话表示 该演习是要向中俄证明美国海上力量 能够同时应对在黑海东地中海 南海和东海出现的挑战 这话听上去很强势 实则逻辑上就已经先露了窃 昔日美国横行天下的时候 何曾需要专门去向 谁证明自己的强大 当年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海湾战争时期 那种这军事上将为打击的绝对碾压 本就不怒自威 哪还需要专门炫耀 199 一年 道道流光撕裂了伊拉克西部边境的夜空 上欧风暴斩首行动正式拉开序幕 美军精确制导的战俘巡航导弹 轻松摧毁了巴格达的雷达防控系统 失去指挥的伊军被上帝视角的美军 打得找不找北 毫无还手之力 那一战让全世界认识了一个名词 GPS 美军凭借由15颗卫星组成的GPS制导系统 对伊拉克实施了外科手术式精准打击 原本需要数十架轰炸机冒险逼近投弹数百吨 才能完成的轰炸任务 现在采用数百公里外导弹精度打击即可完成 那是世界第一次见识到GPS精准制导的威力 所有人都被美国强大的降维打击能力所震慑 我依稀记得当时身边人谈起美军时的表情 他们提到一枚制导导弹在钻进烟囱之后 还能拐弯继续飞行 直到找到目标并将其斩首 我在人们脸上看到了一丝巨色 那是强大的降维打击能力带来的震慑 此后很多年 GPS全球定位导航系统一直被美国垄断 1993年 中国银河号霍伦被美国以莫须有的罪名 在公海无端扣留三周之久 既然是在公海 凭什么要听美国的话 因为若不服从 一旦美国把GPS信号切断 霍伦就会迷失在汪洋之中 导航另外被人掌控 不得不受制于人 那时候的中国 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 2020年6月23日 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卫星成功发射 自1994年开始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终于完成了全部组网信作发设任务 正式建成 从此 中国在全球定位导航领域 看美国脸色的时代彻底结束了 随着美中两国实力的此消彼长 今天的美国不但早已丧失了对中国降维打击的能力 而且还在航天等多个高科技领域为中国后来居上 今是今日 若在中国近海开展 美国毫无任何胜算 江河日下的灯塔 已是明日黄花 只能靠秀肌肉来刷存在感 当你需要通过可以秀肌肉去证明自己的时候 本身就说明美国确实不行了 明眼人都清楚 美国不可能同时对抗中俄 但美国必须在盟友面前拿出气势 否则以他为首的反华同盟只会加速推他 所以美国这次军演 才会言必称最大规模 美国的高调军演 暴露的是他字 几内心的慌乱 美国这次打张旗鼓 搞所谓大规模军演 按说你如果真是老大 本应不怒自威才是 结果还没等开始 先对外放出狠话称 我这么搞是为了让中俄知道 我不怕他俩一起上 他越标榜不怕什么 其实就是越怕什么 美国嘴上虽说不怕 其实心里最害怕中俄开展深度战略合作 倘若两家突然同时对他发难 那无疑将是美利坚的末日 一旦全面开展 昂撒们几百年掠夺来的财富 犹太金融寡头们上千年传承和近代薅来的巨额羊毛 以及他们遍布世界各地的家族产业 将在席卷全球的核武业火中化为乌有 然后世界格局重新洗牌 对他们而言 那是绝对无法承受的后果 所以他们才要不断强调设置安全护栏 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风险 只是他选择了错误的方式 傲慢里上百年的惯性 使他企图通过动荷来设置安全护栏 这实在是打错了算盘 不但起不到任何作用 还彻底暴露了其直老虎的本质 年迈体衰 力不从心的直老虎 只能虚张声势 当然有时候虚张声势也很烦人 比如对台军售 拜登政府首次批准了对台售武 金额约7.5亿美元 所谓战略上藐视敌人 战术上重视敌人 面对直老虎的挑衅 我们要坚决予以回击 这一点解放军很清楚 8月4日中国海事局宣布 6至10日中国将在南海八个点的连线范围内 进行军事训练 期间禁止驶入 解放军这次演习的禁区达10万多平方公里 这是我在南海见过的最大军演禁区 美国想对中俄表达 我不怕你俩联手 而中国的前台词则是 在南海我自己就能办了你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多搞军演才会提升实战能力 当军演炉火纯青之际 说不定哪次演着演着就成真了 美国的这场肌肉秀 注定将无功而返 中国的反应让美国人有点猛 估计在他们看来 中国人的反应不该是这样的 以往中国不都是口头上做些声明了 怎能这次还直接动起手来了呢 前些天在黑海大张旗鼓张楼的32国联合军演 那声势足够轰轰烈烈了吧 结果又怎样呢 在英国护卫舰被俄罗斯实弹驱逐后 32国舰队包括美舰在内 可有人再敢以身犯陷 他们崇尚强权 把他打怕他才会老实 这一点俄罗斯人清楚 中国也明白 当下越来越强硬的外交风格 无时不刻都在提醒世界 经非西比 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美中两国国运正在快速辞销比掌 所谓最大规模军演 不过是灯塔残存的最后一丝余晖 美国已是强弩之末 崩塌是灯塔的宿命 美国海军如此大规模的演习 在近40年的时间里从未发生过 即使在冷战时期也是如此 外界普遍认为 这一举动是美国在向潜在对手 释放强硬信号 同时也显示美国能够应对 多重战略方向的挑战 但美国现在企图用武力威胁论 来吓唬中俄 这是不正确的算盘 无论中俄是否愿意 与美国争夺制海权 中俄都有能力和决心 藐视美国在其核心利益区域内进行胁迫 要知道在现代技术条件下 大国都有能力在一定距离内摧毁可见目标 虽然美国海军目前正在建立起一种 支持其盟国忠诚的全球能力 但如果美国极希望于盟国来与中俄展开殊死搏斗 那这些海上力量都将不堪一击 所以这次演习本身 其实并不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事 唯一需要警惕的是美国人背后的目的 仔细思考一番 美国人现在为何要故意强调 这是近40年来最大规模的多国联合军事演习 显然 这次的美国军演是妄图冷战回归 需要知道的是 40年前是冷战的巅峰时期 当时美国带领一帮西方国家 在世界各地与苏联进行对抗 这一对抗随着苏联解体后 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40年了 而美国现在却试图通过一次规模庞大 且以西方为主的演习 唤起西方多国对冷战的记忆 从而塑造出一个全新的冷战假象 简而言之 美国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将中国和西方完全对立开来 这是一种明显的阳谋 至于演习过程 反倒不是那么值得注意的事情了 就像是著名的军事专家杜文龙所说的那般 演得越欢 演得越快